大家好,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4月28日星期三的時間 今節有我許樓山,還有我們的全能戰士大馬Sir,馬來勤 各位,你好 紐西蘭波羅仔聊聊天,易得台陽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松門深鎖,澳洲真必師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留下贏 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青香波曬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點贊 今節回來,看到這宗新聞,我相當憤怒 就是什麼事呢? 這個佔中苟齒,你們竟然口顏無恥去上訴 這個上訴庭就會在4月30日 接下來還有一兩天就會頒發這個判詞 到時候我們一定會詳細跟大家分析一下這個判詞 佔中苟齒這件事,都不需要我們多說太多了 這個主謀大家都知道,人稱大曉 大曉廷,他曾經都叫做保釋等候上訴 現在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就繼續回去 這個人在佔中那裡已經盡顯了他那個陰濕 還有那個彈弓手啊,那些縮骨啊,老謀心算啊 你們竟然在他當時,不是現在啦,當時保釋出來的時候 搞那些什麼鬼東西,真攬炒十部曲 他自己這樣的身世,已經豁出去了,又坐過牢了 是不是呢?大學那方面又沒得再教書了 其實他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只剩下Patreon Patreon不知道有多少人還繼續給錢他也好 還是這個人也好 在他來說,他已經覺得自己攬炒了了 他再說什麼攬炒,真攬炒香港十部曲啊那些還是怎樣呢 他就告訴你了,他已經豁出去了嘛 是你們這幫傻子啊,才會跳到這個火堆那裡 跟他一起,真攬炒十部曲35加 他自己就真的無畏無懼了 因為他已經去到坐牢了已經 你想一下,這次真是無畏無懼了 沒錯啦,他已經無畏無懼了 你,什麼林卓廷啊,叫做譚文豪啊,楊岳橋啊 你們呢,還有所畏懼哦 你們有家庭,有你自己本身的事業 有你自己的父母,是不是呢? 你看看,戴耀廷和那個叫做譚文豪 他們兩者呢,那個在法庭上面的表現那個對比呢 是差很遠的 譚文豪都說,喂,我大灣區都有層樓啦 我怎麼會是真攬炒啊 真攬炒我們就不會在大灣區那層樓的啦 哇,這些說法我們是蒙向編輯部才說的哦 為什麼你會在法庭說的呢?我那時候都惡然啊 就是他為了保釋啊,他為了想逃避開這個刑責呢 你看,他是完全是什麼都用的 連自己那個中國那層樓,就是大灣區那層樓 他都說出來,我們叫他大灣河的,其實取笑他而已 是不是?我沒想過呢,他拿來想幫自己一個脫身的理由哦 你看,現在大耀廷,喂,他進去,他都沒什麼的 是不是?他在法庭的時候呢 是啊,沒什麼訪問的,沒說過自己什麼獄中信啊 什麼都沒說的,很厲害的 是啊,所以他自己呢,已經真的呢,他能夠叫做豁出去咯 嗯 講回這個上訴這方面,真是相當之可恥啊 我們聽聽他在庭上那方面怎麼去扭啊,好嗎? 好 給大家一點點概念,或者給大家印象,佔中九恥,包括哪些呢? 戴耀廷,陳建文,朱耀明,陳淑莊,邵家俊,張秀賢,鍾耀華,王浩銘,李永達 2019年的時候呢,就被判,記住是被判啦 村謀犯了一個公眾防擾啦,煽惑他人啦,公眾防擾罪等等 六條罪,罪成的 那麼其實呢,就有九條人呢 這九條人呢,都分別呢,就住個定罪啦,和那個刑罰啦,是提出上訴的哦 就是不要看著陳淑莊這些殺手陳華,不搞政治哦 但是其實呢,默默都是上訴的 這個陳淑莊呢,都是相當之困惑的,他都是不焚炒的 你看他的那個限聚令那裡呢,都已經打到什麼這樣 就是連小小的那個限聚令都不願意去接受 何況這個叫佔中九指案這裡呢,有些壇事在身呢 是不是呢?你不要以為他真是那個說健康問題啊 就會放棄他這麼瘋的性格,只不過是忍住的,是不是? 相信也是的 那麼上訴庭呢,其實在上個月聽完他們的陳詞之後呢 接下來星期五呢,就是剛才我們說了啦,30號就會頒下這個判詞 那麼說回戴耀廷的代表律師之一,這個大律師石律師 那石大律師呢,就在上訴的聆訊的時候,究竟講些什麼呢? 聽到都生氣啊,大家不要捏爆電話還是電腦還是什麼啊,小心啊 他說如果要比較起,2014年的佔領運動和現在 香港近年的示威啊,佔領運動的性質呢,是相對是和平的喔 上訴庭呢,就說應該藉著這次的機會呢,接納上訴的一方呢,減刑的申請 給公眾一個明確的信息,和平示威啊,是值得加許啊 嘩,你這樣說的都行啊,還要希望呢,法庭呢,考慮到已經服刑了四個月 即是大律師已經坐了四個月了,有足夠的懲罰啦 不可以這樣算的喔,你說呢,2014年這樣佔領下而已,霸著下角度而已 金鐘那裡又搭帳幕啊,什麼村長啊,王浩銘做村長睡覺啊,這樣那樣而已 很和平啊,在那裏做下手工啊,晚上唱歌啊,彈結他啊,唱聖詩啊 在那裏煮飯仔啊,霸著條路來煮飯而已 在那些不同的地方 在張範裏面,啪啪啪都有啊,好像 是嗎? 巨文,巨文 然後又在不同的地方佔領,佔王那些這樣 這些,很簡單而已,很濕水而已,好過當時做黑暴啊 汽水油多,彈指啊,倒露啊,BBQ啊 哇,你這樣對比都可以啊,你說那些 其實啦,你想一下,2019年6月打號這些事件 喂,這九個人啊,他們都是認同這些行為的 你們都是有份,你們都是有份,有手有腳參與下去 這件事裡面,2019年 戴耀廷還說要真攬炒實部曲,還說希望再來一次 更加嚴重一點的 是啊,他的真攬炒實部曲到最後就是這樣 你這樣跟別人說都可以啊,2014年那些人很濕水而已 對比2019年,你拿香港人的傷痛 來幫你自己開脫,你都瘋了 那些人,然後再說什麼呢,他說這個石大律師說什麼呢 他說根據戴耀廷這幫人,早期的 楊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計劃呢 他說一直的期望行動最終達到什麼呢,叫普選 原則上來講他們的計劃呢,只不過是五天的 有三天是公眾假期和星期六日來的 已經盡量減少對於公眾的影響了 希望法庭下 你真是造成公眾防擾嘛,大哥 是說你想的,你根本控制不了的 是啊,你想怎樣 你的想法是不重要的 是你做出來的,我是告你做出來的事情嘛 是啊,真的 你說你想的,我不想這樣的 是啊 是啊,我來到也不知道有這麼多日的 啊?我也不知道 那些人都不肯走的,不關我事的 這樣嗎?不可以啊 是你賦予那些人出來的 是啊 還有,他說希望法庭考慮到被告已經是有意圖 減低可能造成的破壞 哇,你這個律師,你亂爆啊 爆石好一點啊,你叫爆石律師吧 不如我們要記住一件事情 當時那天,當時那個環境已經是去到 有基本上那個佔領的事情已經形成了 很多人等著戴耀廷什麼佔中三子來宣佈 佔領真環,正式啟動 喂,你說的啊 如果你當天那晚你沒有來到 要威威吃雞說這句話的 其實你就不用坐的 很大機會,你的撇清關係 你沒有插手下去 誰叫你來的? 朱二明推你上來的? 是嗎?陳建民推你上的士嗎? 好像說到自己不想來的 但是你那時候很威威的 你這下這麼威威的就有代價的了 還有什麼叫有意圖減低 什麼可能造成的破壞 你還好意思說這句話呢? 你是不是人來的? 你自己說的 啊,商學當時說要升級 什麼包圍,什麼封了龍鵝到他們 跟著頭破血流 黃之鋒還吃杯麵 那晚他自己叫人沖 自己去那個立法會那裡 那個辦公室吃杯麵看直播 看著那幫人被人打 第二天就出來道歉 你自己說的,你說呢 聽到商學升級就是 你們那晚已經是分道揚標的 你怎樣有意圖造成更加大的破壞啊? 你應該要按著商學 不要讓他們去才是的 你不要這樣做啊 你現在跟我說 哎呀,我已經有意圖減低破壞 不是啊,你是參與者啊 你簡直是 只不過你不出聲 任由他們去的意思啊 那好啦,跟著呢 律政司一方呢 就反駁了 哇,這條人啊 戴耀廷呢 是毫無富裕 哇,這句話跟著說得非常之好啊 說他呢 用愛與和平來包裝他的行動 實際呢 就是挾持社會的安寧 破壞香港長久以來的法治 也都向公眾呢 錯誤 傳達了一個訊息 就是什麼啊?四個字 這個我加下去的 違法達義 嗯 哇,你這條人啊 還想說 惡與和平啊 民主黨啊 就說只是民主黨啦 又說用白甲啦 宣揚和平啦 你看看 林卓廷 尹兆堅 許癡峰 這些是什麼來的? 你說是人渣 是人渣 但是那時候 你加入民主黨就是這些嘛 劉慧卿都說了啦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非粗口嘛 是 四樣全部做齊 是不是呢? 喂,應該一巴掛 在林卓廷裡才行的嘛 你捧他出來的 這些 是不是呢? 所以現在呢 見到這個 這個戴耀廷呢 還找他這個 爆石大律師呢 這樣和他在那裡扭呢 竟然還好意思 厚顏無恥說 愛與和平 佔領中環啊 啊?那些什麼來的? 當時第一水呢 那些什麼大頭盔啊 弄紙皮檔 木盾那些呢 弄到盾牌那些呢 就是這個 佔領中環呢 這段時間呢 開始會看到 這些這樣的行為呢 就有他們的苗頭的 是 相當憤怒啦 接下來呢 我們等一等啦 430呢 就會有那個判詞頒出來的啦 我也覺得呢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真的沒得扭啊 你還敢去扭呢 說自己 2014年不是很嚴重而已 對比起 2019年 10歲呢 哇 給他保釋啦 判他輕一點啦 坐舊的啦 受舊的啦 已經 愛與和平的嘛 哇 這樣講也都可以的 你說一件啊 就是關什麼事啊 就是如果這樣 如果這樣 那樣的道理的話 哎呀你當時吃得很飽啊 等著就不用吃飯了 是嗎 哎呀真是呀 是啊 是啊 都可以這樣說 你現在不是在香港人的傷口灑鹽啊 你肯定是在香港人的傷口灑痕粉啊 是啊 更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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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痛楚的那種辛苦程度呢 真的呢 為什麼要有一次再這樣傷害香港人呢 我們呢 接下來呢 可以再留意一下呢 戴耀廷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樣啊 他已經呢 可以跟2014 他2014年的戴耀廷呢 跟今時今日的戴耀廷呢 已經是兩個人來的了 以前的戴耀廷已經是 可以說是世去鳥的了 現在這個呢 才是 已經是成魔之路 成魔之路了 就是魔鬼的臉 沒錯 魔鬼的尿牙 還有那個尾巴 有那個三角形的尾巴 發發發的那個呢 就是這樣了 好 我們今次來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